这台公车停在这个十字路口 不是这里有站牌 也不是要载客 车一停 司机冲下来还用跑的 原来他是要买饭吃 你有看到吗 一次 一停停了两份多钟 司机从小吃店出来 小跑步 手上还多了一个便当 为了买吃的 司机把公车围停在快车道 把整个车道站满满 就怕一个万一 害人撞到怎么办 因为这路很小 只有十米 如果让他停一下 完蛋了 车都不能走 连人就不好走 这个路口常常有车祸 所以可能你聚业在 如果这边有发生事故的时候 你聚业要闪车 要干嘛就会停滞在那里 回到现场就在上路的和平街 和新生街口 当时这辆公车 围停在路口的红线上 附近一带的民众说 这里的事故一个月 至少发生了两次 现在又有公车司机违规 并以形式只为了买便当 车上没有乘客 对 然后如果是真的 妨碍交通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一回来 一定要告诫他了 客运公司强调 会要求司机不能再犯 至于围田的部分 警方最高可怕六百元 虽然司机也要吃饭 但也不能违规停车 否则出事了 后悔莫及 记得您想起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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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托